好 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是负责追讨欠税欠费的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呢 现在竟然爆发了有一个书记官他实在受不了积压 那么多案件还没有结案的压力 竟然把还没有结案的16个公文呢 就整个绞尽了碎纸机这样子来吃案耶 那么由于他过去呢曾经跟同事讲说 哎呦 案件这么多搞得头好大 巴不得一把火把这些案件都给烧了 好了 现在没烧竟然碎纸机把它给碎掉了 造成国家债权的损失 这个书记官被记了一个大过 同事也被起诉 未结案的执行公文竟然就像这样 被送进碎纸机里切成碎片 防部台北执行处书记官陈家冠 因为结案绩效不加倍上级督导 竟然投机取巧把16件执行案公文 藏放在废纸箱 还叫易南把公文碎掉 执行官因而结案 事后发现部分公文遗漏 一查之下才知道书记官竟然偷偷销卷 而销卷的书记官陈家冠被记忆大过 并依公文书登载不实 毁损公文罪遭到起诉 执行官也有在督促他要努力结案的部分 也因此就导致他个人 他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不明智的一个做法 所以想要达到快速结案的效果 我们执行处处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那个案件管考嘛 所以希望说结案不要再增加 那所以说我们才会有 我们内部是有要求说 至少你结案每一个股 至少都要到1000件以上这样子 才能够达到一个案件收支的平衡一个状况 书记官遂指销毁公文 只为了减少记案实在太离谱 事后执行处虽亡羊补牢 却得耗费一倍以上人力补齐相关文件 四改会痛批 压力大不是借口 而是内部管理出了问题 如果不改善类似弊端 恐怕还会再发生 中文新闻蔡仲勋切凯轩台北采访报道